嗨,大家好,我是歌手莉莉安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下流行唱法中的弃声演唱技巧 如果说有那么一种技术可以使人的歌声瞬间变得有魅力 瞬间可以打动人心 那么这个技术一定就是弃声 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弃声的作品就是融花 我先用没有弃声的声音去演唱融花 世上有多美丽的花 这边我没有用到弃声 那么接下来我用弃声去演唱 世上有多美丽的花 那是青春土芳华 那么用了弃声的演唱呢 就要比没有用到弃声更加的打动人心 有一些歌手你听他唱歌 你会听到声音沙沙的比较暗淡 但是听起来非常的有魅力 非常的打动人 那么这种演唱方法就是弃声 可以在瞬间令你的歌声打动人心 讲到弃声呢 就必须要说到它的原理 我们平时说话和唱歌呢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的两片声带是闭合状态的 闭合状态的 那么弃声呢 其实是因为声带在漏弃 气息从声带两片穿过去 从声带两片穿过去 我们平时说话 像我这样说话的时候 正常说话的时候 中间是没有气息再穿过去的 声带漏弃呢 其实在传统的意义上来讲 它是错误的演唱方法 特别是在美声和民族的演唱当中 声带漏弃是一种错误 那么近些年来呢 我发现有一些民族歌手和美声的歌手 在演唱民族和美声歌曲的时候呢 会运用到声带漏弃和气声的这种方法 只不过是偶尔的一个词 偶尔的一两个词 去用到气声的唱法 他们是叹下来唱的 那么气声的唱法 在民族和美声演唱当中呢 会使语言语气表达更为的强烈 使歌唱更有戏剧性 那么在流行歌曲的演唱当中呢 气声运用的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荣花那首歌 是非常典型的气声运用演唱 世上有多美丽的花 那是女声 女声用来演唱的歌曲 那么男声呢 就是张信哲的《白月光》 大家可以听一下张信哲的《白月光》 他在低音区运用的气声呢 虽然不是很多 稍微有一点 但是也足以表达语气的强烈 比如说是这样啊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 这是我在运用气声来演唱 如果我不用气声在演唱 就是这样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 我用气声就是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 表达的语气是完全的不同的 完全的不同的 那么气声该如何去练习 如何去练习呢 我们把手放在嘴边 放在嘴边 使劲哈气 当你感觉到手热热的有哈气 这就是声带漏气的一种现象 那么我们把声带漏气的现象 运用到唱歌当中去 比如说我们唱卢花 世上有多美丽的花 你要保证你的手中 你唱每一句都会感觉到 非常非常热的哈气在哭出来 这就是七声的演唱 非常非常多的哈气哭出来 世上有多美丽的花 那时清澈涂芳花 我在唱歌的时候 我的手在手上感觉到 非常非常多的哈气和热气 在扑出来 这就是气声的演唱 那么演唱气声呢 它需要的是强大的气息支持 不妨有一些肺活量比较大的朋友们 他们演唱气声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的肺活量没有那么大 就需要平时努力的去练习气息的支持 歌唱中气息的支持 关于气息的支持呢 我在其他的视频里已经讲过了 大家可以去翻我以前的视频 那么如果你没有强大的气息支持 使用力的去哈气 去唱那个气声 可能一句话 七个字 你前面三个字就把气全都放光了 时声幽默 然后后面就没有力气去唱了 后面就没有气了 气就全跑光了 所以演唱气声呢 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 一定要把气息支持练得最棒 才能去演唱得更好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对大家提高演唱技巧 有一定的帮助 再见